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附赠半读手册《乾隆叠影之魂》 一本解析初代MGS的文字书《乾隆叠影》 以及机盒铺限量钻石狗秀章一枚 送完旗帜买一送三MGS粉丝不容错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家丢story节目 我是西蒙 大家好 我是龙马 大家好 我是四事 今天这个节目应该是大家在河聚变 北京河聚变2018无限之后听到的一期故事节目 是吧 之后 但是这个节目是在活动之前录的 在此预祝活动成功 不知道成功没有 这叫后续生成功 对 这个意思 感觉应该是办的还不错 谢谢大家来光顾我们的活动 对 在此感谢各位 然后我们就继续聊北欧的 小北欧神话 小北欧故事 上次节目录的 没想到大家感觉还不错这种形式 然后是那种拆散了的小故事 慢慢讲 对 然后也不紧不慢 大家可以在非常休闲的时刻收听 随便听一听 对 没有pro节目的那种要聚精会神的感觉 是 大家普遍表示 Sig Rose的变音乐十分不错 所以我们以后就延续都用这个 对 都用这首Ford King开头 然后Sig Rose 都用这个 可能吧 挺好的 蓝死你们 实在找不着 不好意思 然后很多人问BGM是什么 这个BGM其实是来自于Sig Rose的专辑 但专辑的名字因为是冰岛语言 所以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念 但是 现在放的这首不是 现在不是 一会会切到这个 对 然后但是专辑的封面是裸体的青年男女 然后背朝着你 然后往前跑 跑过去的封面那张专辑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上次聊了四个小故事 我们说上回书说到 感觉主角是洛基 对 上回书说到 这个叫 变聘马 骗高强 诡计频出 保奥斯加德 欢声笑语 对 然后剪金发 卤苹果 停前受辱 换神之领域 歌舞升平 上期 上期 是差不多 落机 一顿折腾 折腾到最后吃鳖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讲 我打开Kindle 试着这次脱稿给大家讲讲 我就看两眼 打开Kindle 本来想脱稿 把纸扔了是吧 换成Kindle 然后基础文本还是再说一下 奥丁的子女 是一个儿童读武 至于哪儿不够儿童的 就请龙马 想想大家就补充一下 我很儿童的 不是龙马主要还看过成人的版本 其实我也看过 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我们这回 这个故事叫做弗雷亚的项链 好 然后就是讲到了 这个春春女神弗雷亚 先说上文 说这个洛基作 嘴不就被缝上了 于是奥斯加德中间 骁了一会儿 他就说 这洛基总算是 爱之的爱之 但其实这么一出闹剧 其实离开了一个隐患 就是他 你想他献给 奥丁和 这个弗雷的这些东西 金光闪闪了 就 给这个弗雷亚心头 带了一些感伤 因为他也特别喜欢这些 玩意儿 龙马说的 他特别喜欢金炭的 亮晶晶 亮晶晶东西 亮晶晶东西 没错 就你想他看到 这个什么西服的金发 那个金色野猪 然后就让他眼花流乱 浑前梦绕 然后他就想这么一个事 说如果我 东春去这个三个女巨人 所在的山顶 他们是不是也能送给我 一些精美东西呢 这三个女巨人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啊 这个奥斯加德的城墙 还没建完 那个时候 只有12个议师大厅 还有一些奥丁 还有这个男神女神们的宫殿 这个时候 有三个女巨人 曾经这个造访过奥斯加德 他来的时候 这个铁匠铺已经竣工了 这个时候 诸神在这 打这个各种基础物件 打点这个 平时日常用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这个奥斯加德 造东西都是用纯金的 就是金子也够 好看 死命的造 比如说这个奥丁的这个弓箭 叫格拉兹海姆 用黄金会做各种这个餐牌 家具器物什么的 那个时候啊 就是黄金时代 你看 北欧神华中也要提一个 黄金时代 然后这个 Golden Age 对 众神就完全不吝啬 于黄金的使用 但是呢 真黄金是吧 对 他们是这么个黄金时代 对 金光参战 Golden Age 不是Golden Age 没错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三个女巨人来到 那个奥斯加德之后 一方面他们有这种这个 雕金 可能是雕金相关的记忆吧 反正一来二去呢 有技术 对 朱神就变得就是非常的重视黄金了 然后就是都把他们藏好自己把玩 相互疏远 然后这种感觉这个 是三个女巨人 对 三个女巨人 三个有技术的女巨人 没错 然后这个后来呢 这三个女巨人就被赶出去了 感觉扰乱那个众神心智 这个 朱神也这个不一门行事就囤黄金了 然后才有后面这个建墙来出 觉得要保护好自己 这里还是有事 对 对 好好地给人弄赶出去了 还说人扰乱心智 对 不过这段呢 作为儿童族 我没提 对不起 然后这个弗里亚 他其实是这个 怎么说呢 华纳族新娘吧 新娘 算是个新娘子 因为这段没有提 其实这个是阿萨和华纳神族的 对立 对立打完之后 联姻 联姻之后呢 其实是这个弗雷亚和他的妹妹弗雷亚 还有他爹 叫诺德 还是叫 这版本叫尼奥德 然后这个 其实是来这边来当这个 办事人质 办事合作的关系 就弗雷亚 对 正式婚姻 对 弗雷亚就算是嫁过来的 然后上一期这个有人 正好下面有留言有人提过 说这个华纳和这个阿萨 这两个族 比如说是有另外一种翻译 叫什么艾歇尔和瓦尼尔 对 听过魔兽的都知道 这个在被暴雪直接引用了 这两个名字 直接就是这个 英文是一样的 对 在老版的那个魔兽里 就是那个泰坦们 分成这个阿萨和 和这个华纳 然后新版就是守护者 他们造的那东西里 分了这个 直接用了 这个弗雷亚呀 是这个奥德的妻子 这个奥德呢 一说是奥丁的儿子 这个神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只在这个故事里 出现过这么一次 就完了 所以也有一说 说奥德就是奥丁 所以说弗雷亚 就是这个奥丁的妻子 也有这么一说 但之前没有弗雷加 是奥德正妻 那是奥丁的正妻 对啊 所以说这个事 就是有一个混淆 那我们这次呢 先上这个讲 他是这个奥德的妻子 他想的是 就是他一直在念 念到这个事 但是他又没跟 他的丈夫商量 因为这个 他觉得这个奥德呀 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神里 最回忆 最怀念那个当时的 那个黄金时代的 对 所以他肯定不会让 这个弗雷亚去接近 那三个女婿 都不能赶出去 不是啥好人 对啊 然后 但是呢 弗雷亚 就自然自语说 这个为什么我去找他们 要让奥德知道呢 对不对 对 你说 我不说呢 他也不知道 我就去了 就是拿回来 拿到东西 我就回来 我对他的感情 也不会有影响 是不是 然后有一天啊 就是他趁这个奥德 和他 他有个孩子 小孩 小女儿 叫那个赫诺斯 然后趁这个 这个父亲的女儿 玩耍着呢 就离开了这个宫殿 然后来到 去找女巨人去了 先来到那个 米德加德 在那他待了一会儿 时间打 就是先打理他 他管辖范围的花花草草 他不是春之女神吗 是是是 带来春天的面貌 然后再加上 这个环纳诛神 还要这个管理这个精灵 他就向精灵打听 说这三个女巨人在哪啊 然后精灵吓坏了 怎么问这个 就 然后就没有告诉他们 去哪去找 不敢说 对 及时说是吧 对 其实弗利亚算是 他们的这个王后 对啊 他这个领头的王 是这个弗雷 就是他的哥哥 弗雷是他哥哥 于是呢 弗利亚就离开精灵 就跑到了这个 这里是诸如 我们统论叫矮人 矮人所在的洞穴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原文是这样说 说后来就是这些矮人 告诉了他女巨人的住宿 但是呢 在给他指路之前呢 诸如让弗利亚 补偿了屈辱和痛苦 他是这样说的 说诸如 矮人中的一个 对弗利亚说 如果你愿意 陪我们待上一晚 我就给你们 我就给你指这个 措辞很巧妙 措辞很巧妙 措辞非常巧 然后弗利亚问说 你想让我在这里待多久呢 这矮人们就矮人们 仅仅的围住 弗利亚说 等到斯华特海姆的攻击 爆笑之后 斯华特海姆上次说的是 这个矮人之城 说攻击爆笑之后再走 他说我们想知道 和华纳神族的御员 待一晚上是什么感觉 弗利亚想想 就答应了 然后弗利亚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矮人 就围过来 要去亲这个女神的嘴 而弗利亚呢 就极力想避开 但是那个 柱就把他 这个矮人们就把他抓住了 对 然后说这个 你不让亲的话 我就摇你手 就这样 就是这个 把他来来回折腾 折腾一晚上 然后到了第二天呢 矮人呢 就给弗利亚指了 这个女巨人所在的位置 然后山 然后就是他们被逐出 阿斯加泽之后 那个山顶 于是弗利亚就去了 终于离开这个矮人们 就到了 这个时候 他看到这个 其中的一位女巨人 叫古尔维格 他问弗利亚说 奥德妻子 你来干什么来了 然后弗利亚叹气说 我找到你们了 但是我就后悔了 应该不应该来找你们 不应该向你们 索要什么东西 第二个女巨人说 华丽女神 你还是说吧 说完之后呢 第三个女巨人 一言都不乎发 就抓起了一条 他身边一条新的 这个黄金的项链 然后弗利亚震惊 这个太美妙 太好看了 就如果戴上了的话 肯定是 特别美 对 一生会 无上的荣光 然后这个 古尔维格 第一位女巨人说 这个项链 名字叫做 布里希加曼 很有名的一个神器 然后第三位女巨人说 这奥德妻子 这条项链就送给你 得来全部费功夫 挺痛快 怎么 费功夫 费向那光跑吧 这个弗利亚 把戴上这个项链 就把它 就戴上之后 他已经不敢说话了 为啥 太美了 主要是他从 这个女巨人眼中 看到了一种 明确的恶意 不敢多说 但是也戴上了项链 然后拘一公 就赶紧回去了 结果 但是他 走了一会儿 看到他这个项链之后 他所有痛苦的烟消云发 因为实在是 太美了 就是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里 还没有谁 有过这个 如此美的一个项链 他想 如果奥德看到的话 一定会非常开心 也能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于是他告别的精灵 就回到了奥斯加德 一路上看到他的人 都是看到他的项链之后 都无比惊异 然后震惊于他这个完美和美貌 已经看到了这些女神们这种 忌妒 忌妒和渴慕的心情 但是弗利亚顾不上 让他们说一句 着急回去 找奥德 展现一下自己的美艳 然后请求一下他原谅 于是他走到他自己的宫殿里 就喊奥德的名字 结果就没有人答应他 这个时候看到 他的孩子赫诺丝在地上玩耍 结果弗利亚把他抱起来 但是这个孩子 看到项链 不理西加曼的时候 就哭起来 这么一找一圈 发现奥德不在家里 弗利亚就四处去找 四处找其他的神 打听他的丈夫到底在哪 结果没有人知道 奥德去哪 弗利亚就回到自己宫殿里 等了很久 他的丈夫也再没有出现 再也没有出现 对 这个时候 这个人物的故事就结束了 没错 这个时候 有个人向弗利亚走去 他就是奥丁的妻子 这个威亚算是神之王后 弗利加 弗利加 弗利加对弗利亚说 你是不是在等你的丈夫奥德 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奥德就不会回来了 因为你想 你为了得到这个项链 做出的事 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快 于是他走了 他就离开奥斯加德 没有人知道 该去哪找他 这是真的 再往后 谁也没找着这个人 弗利亚说 那我就走到奥斯加德之外去找他 于是他就不哭了 把这个赫诺斯交给了弗利加 然后坐上他自己的车 他自己车是两只猫拉着的 一个车子 然后这个下去去米德加德 去寻找自己的夫君 然后一年一年的去找 就是春天 去找 来到了这个大地上 就是每年会 对 然后他反反复复的 其实每年春秋来 是另外一个事情 跟雷神有关 不是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也是在讲春天 每年都会来到人间 去找他的夫君 对 一方面 弗利亚找了去游腾海姆 然后去彩虹桥 四处早也找不到 最后 他回到彩虹桥的时候 看到彩虹桥 横在这个米德加德 和这个奥斯加德之间 这个彩虹桥 有一位守卫者 叫海姆达尔 这个时候 能不能说说彩虹桥 是干嘛用的 这个彩虹桥 就是就像那么说的 其实它就是连接奥斯加德 和这个米德加德的 一条通道 就是神界与人界之间的通道 一条彩虹桥 它会晃 非常漂亮 非常美 但是会晃 这个 守桥人就是 守桥人叫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 对 弗利亚就鼓起这个 希望去问海姆达尔说 你没有见到我的丈夫 从这个桥上过来 这个海姆达尔 说了这么一个句话 说奥德 在任何一处 你还没有找过的地方 但是奥德 也在任何一处 你已经找过的地方 任何寻找他的人 想要找他那个人 是找不到他 然后听到这句话之后 这个弗利亚就是 伤心欲绝 就是崩溃了 在这个 在这个彩虹桥上 其实叫比尔鲁斯特桥 在这桥上 在这哭 哭的时候 这个弗利亚又来了 可能也是母一天下的状态 就是从奥斯加德 出来安慰他 弗利亚就痛哭 说那你能给我什么安慰呢 如果每一个 想找奥德的人 就找不到 那我以后 就是你能安慰我什么呢 然后弗利亚就说 那你可以看一看你的女儿 就是你出去 折腾这么长时间 然后他也都不管自己的女儿 对 发现他这个 他的女儿 这个叫赫诺斯 就是出落亭亭玉力 甚至可以说 比任何的阿萨和华纳的这些女神 都好看 更好看 更美貌动人 然后从小说 从这个说法来说 弗利亚心里的遗憾 终于得到了弥补 于是他就 你们的女儿至少还是一个 对 出落亭亭玉力 然后和他的女儿一起 回到他的宫殿里 这不挺好劝的 一说就好了 但是弗利亚会一直戴着这条 叫不理西加曼的项链 其实相当的不祥 相当的不幸 他之所以佩戴 就是要警醒自己犯下的错误 然后弗利亚会叹息 然后他还会哭泣 这个哭泣 下落到土地里 就是土地中的金子 所以其实弗利亚也被称作 泪水女神 这就是弗利亚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也是为什么弗利亚 也是欲望女神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屈从于自己的欲望 对 然后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矮人的部分的 非常淫乱的版本 他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称之为欲望女神 也是生育女神 对 相比之下 像弗利加 作为奥丁的正妻 他司长了就是婚姻 你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是这么来的 是不一样的 另外弗利亚也是美神 而还有一点是 他也是一位战争之神 相传他是瓦尔基里的头领 就是说战死者 场上的战死者 有一半归奥丁 一半是弗利亚 对 女战神 同时也是一位女战神 很有意思 这个形象 所以这个是自己的名头 非常多的一位女神 其实每个神 北欧都是这样 没有他明确像咱们中国的 有个什么雷公店 你就负责这个 对 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 就是尽量避免直接的讲 他司长什么 其实我感觉北欧神话中 更多的不是这个 你管什么 管什么的 更多的时候 是把他的行为解释成一种 像一个预言故事一样 对 这个事挺有意思 因为我感觉我们自己的 本土的神话 更多的是一个掌管关系 对 掌管有控制的关系 然后有一个管理阶层 从上而下的一套 很清晰的思路 对 但是感觉 希腊和北欧的一些神话 更倾向于把一些行为 解释为现象 奥丁这个团队感觉不错 扁平化管理 是 大家一官多能 是吧 很有效力 小团队这样干 很有效力 说什么都是这一套 不是很想接这场 这跟文化有关系 中国是一个 君主极权制的 这样一个 封建社会 在中国的 但是你并不知道 那些神话流行知识 到底中国是 对 到底想解 什么样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背后 就是很学术 很pro的内容 以后说不定 可以找点 对 来聊 专家来聊聊 这个背后的 这个社会 社会学 相当 相对的东西 说到一个很熟悉的 名额 没错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讲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叫弗雷得妻师剑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弗雷是谁呢 弗雷就是 华纳神族的首领 弗雷亚的哥哥 对 弗雷亚他哥 然后他这个 就是书接上文了 弗雷亚不是满地 驾着他这个猫 拉着个小车 四处去找他的丈夫吗 然后 但是弗雷就是 很渴望的 见见他妹妹 也不知道妹妹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在奥斯加德 有一个地方 可以俯瞰世界 就相当于大撩望塔 一看这个世界哪 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地方 叫做宝塔 西利德斯凯达夫 是奥丁高耸入云的一个 就是奥丁主店的一个塔楼 这个一般人 就一般神是不去的 毕竟也是主神的地方 有一天 就是弗雷 就是心里惦记他妹妹 走在塔边 发现奥丁不在 就看一眼 对 但是宴会中 卷缩在 就是每次大宴寻神的时候 奥丁脚边 有两只巨狼 分别叫做吉里和弗莱基 这两个的本意 一个叫贪婪 一个叫玉念 这两只狼 就守在塔楼的门口 然后对弗雷 面露凶暴 但是弗雷用众神的语言 震慑他们 于是两只狼说 两只狼就默默的退开 然后弗雷上去了 弗雷一步步上去之后 直到自己犯的是禁忌 性命攸关 因为谁也不往 这个塔楼上去爬 这个 哪怕是比如说什么托尔什么的 都不来 但是他自己想 我要是能看见我妹妹一眼 我就放心了 我就看一下 挂念自己妹妹 对 就死而无憾 然后弗雷就爬上了 我再读一遍的名 叫西里泽斯凯拉夫宝塔 以后就说这个廖望塔 在这奥丁的宝座上 坐上 有点那个 明知故分 是啊 相反就来都来了 是啊 坐下人死都死 然后他放眼世界 他看到这个米德加德上的 这个房屋 城镇 农场 人们熙熙攘攘 然后又看到了油腾海姆 这边黑山压境 然后冰雪覆盖 然后他又看到他的妹妹在那 驾着车 还在这找 然后满脸泪 好像哭得 像泪人一样 所以就想 看到一眼 我这心满意足了 然后他就准备下来了 不看了呗 结果他一扫 眼光一扫 看到了油腾海姆 这个冰天雪地中 有一个大宅子 他就觉得 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看这个宅子 但是他盯着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门 被推开了 然后有一位巨人的少女 从门口出现了 这弗雷看着他 就发现他 如此的美丽 媲美黑夜中星辰一般 拉斯加的众神 这没见过他 看见什么都是 这项链 如此的光线 然后这少女 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感觉美 是他们神追求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听了这么多故事 美是贯穿始终的 一个东西 然后说回来 这位美丽少女 从门口打开门 张望了一下 可能也是白天早上 刚起床 或者如何 反正看了一眼 然后就 转身回屋 就关上门了 然后就不看了 然后弗雷 就在奥丁那个座上 在那坐了好久 就在那坐着 怎么说了 就已经磨刺了 懵了 念念不忘 对 然后坐了一阵之后 才从塔阶上走下来 然后路过这两头狼的时候 这两头狼就更凶了 对 莫名有寓意 但是他往回 往自己的宫殿走 就发现 整个奥斯加德的所有女神里 就没有谁 暗淡无光 对 没有谁能让他 就占据他的心房 然后 在这个北欧神话里设定 那个巨人 巨人是真的是 那个特别高大的巨人 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会儿我们还会讲 这个创世 有的巨人奇大无比 有的巨人 就是正常 非常正常 从来没有具体的规定过 他到底是多大 后来发现其实他就是只带一个 组组组 明白了 并不说他个儿真的很大 好 说回来 等到第二天 第二天晨曦降临 天又亮了 可能又去 一顿那吃着苹果 反正就是该干的事 干完了之后 弗雷还在惦记这个姑娘 念念不忘 然后又想去这个塔上 再看了一眼 这个时候 这两只狼 死活不让他上 就恨不得要咬他 你下戒不完了吗 你非要上塔上看他干嘛 他就非常弹疼 非常难受 就回去找他 找他父亲 他的父亲 就是很智慧 是一个海神 这个叫尼奥尔德 或者叫诺德 尼奥尔德说 孩子 你刚才看到这个人 叫吉尔达 她是冰霜巨人 吉米尔的女儿 你不能再这么 觊觎他 不能这么狂热的爱他 因为你对他的爱 会给你带来不幸 弗雷说 为什么会给我带来不幸 凭什么 父亲何出此言 是啊 他说 因为只有你付出你最真实的东西 才能接近他 那好吧 这要一说 弗雷有一把无敌的宝剑 能让他战无不胜 弗雷说 对 我最真实的 就是我这柄无敌的剑 然后尼奥尔德说 是的 你要付出这把剑 才能得到他的 才能得到 然后弗雷就立马从腰带上 截下这个神剑 说我愿意把这把剑交上 尼奥尔德说 孩子你想好 你想好 如果你失去这把剑 等到猪神黄昏到来的时候 无法保全自己 对 众神我们会与巨人必有一战 到时候你拿他做什么武器 弗雷很久没有说话 但是他觉得猪神黄昏 可能是很久之后的事 于是离开时 他说这样一句话 说离了吉尔达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看到没有 这种恋爱会降低一个人的强度 我看到了吗 是 同意同意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在这本里没说明白 但是他提到一个人 叫斯基尼尔 斯基尼尔其实是弗雷的侍从 他是一个胆大爱冒险 然后说话 也不招边 也不过脑子的一个人 一个猛汉 周仓 但是对他 弗雷能有勇气说说话 粗糙 亲近的人 因为他有一个痛苦 就是说他擅自坐在人家宝座上 有个惩罚 没想到斯基尼尔提恩 弗雷速到中场之后 哈哈大笑 说你是个华纳的神 你还是华纳的主神 然后会爱上油腾海姆的少女 真是笑料大牙 你是真的很想跟他结尾连礼吗 弗雷说 我只是想跟他说一句话 或者表达一下我的爱意 但是我又不能离开我的这些精灵 我得管他们 管他们事 然后斯基尼尔说 那这样吧 我帮你给吉尔达 去带口信 说个话 你打算用什么来仇谢我呢 弗雷说 这样吧 我把我的云船 斯基布拉尼尔云船 就是那个折叠揣兜里的云船 或者金棕野猪送给你 这个东西 当时是送给了华纳神族 给了弗雷 斯基尼尔说不行 你给我这个东西 华尔布什 其实没啥用 他不傻 这个人可以 相当金了 不是周仓 他说你给我个东西 最好我能随时用 能带手边 你把你的神剑给我 这个时候弗雷想 果然 所言不虚 他早就惦记了吧 这货 喜欢那剑 一想这个时候 他手无寸铁怎么办 他就说 你先等会 我醒醒 他就走到一边 去沉思了十九 在这过程中 斯基尼尔一直在笑 你怎么 嘲笑的 傻了把鸡的 我估计斯基尼尔也没当回事 就说你打下 随便说一说 对 弗雷想了半天 时候对他说了一句 说反正 诸神黄昏还早 我不能没有接着打 我读到这时候 非常气愤 是初心 先活先睡 好歹是主神 挺初心的 我觉得就得 追求自己的真爱 对 第一次追求真爱的时候 你的强度就永久了 下降了 然后他就从腰间取下神剑 交给了斯基尼尔 说我把剑给你 然后你帮我把我的画 带给基米尔的女儿 吉尔达 把这些金子 还有这些珠宝 都送给他 然后告诉他 我爱他 也希望他能爱上我 斯基尼尔结果 说了一句话 说我直接能把这个麦子 带到你跟前来 信不信 弗雷没接这茬 但是他想到 从奥斯加德 到巨人国 尤腾海姆 其实一路上 艰难险阻 你打算怎么去 斯基尼尔说 有匹好马 有匹好剑 哪不能去 是不是 这里说 我有一匹神马 但实际上 我看过的另外一个版本 是他骑着弗雷的神马 拿着弗雷的神剑 说明早我就走 弗雷自己去一趟 得了吗 这也费这个劲 你有这个宝剑宝马 你跟老张刚那不好吗 对 一会儿你就知道 一会儿你会更多的 发出感慨 于是斯基尼尔一路 比如说他过了 彩虹桥的时候 还笑话了一通 海姆大尔 也不知道他笑话 他是屠啥 一路就横穿 米德加德 又跨过了 隔着尤腾海姆 这条大河 到了这里 你会发现 把手尤腾海姆 有两头非常丑陋的巨狼 他就想把 一人一马都吃掉 这时候斯基尼尔 把宝剑一拔出来 在宝剑神力的震慑下 两头巨狼也不得不撤退 把他让开了 后来一直骑马前行 还遇到 比如说火墙 一个火焰的巨墙 但是斯基尼尔这个神马 完全不怕 就直接穿上去了 于是穿过火墙之后 他就来到了山谷 这个大学中的一个山谷 吉米尔的这个房间 这个房屋就在这里 等他来到屋前 那些巨人的猎犬 因为有声音狂吼 但是根本没有人敢接近他 因为他看到他宝剑 这个时候吉米尔在宴会大厅中 和他的朋友们 在开宴会 也没听见猎犬的喧嚣 然后也没听到 斯基尼尔在门口叫门 但这个时候吉尔达和他的自己的侍女 在大厅边上的大厅里 在另外一边在仿杀 于是他就问 谁在门外叫门 一个侍女说 有一位武士 有一位武者 骑在这个高头大马上 吉尔达说 说哪怕他是我们的敌人 就算他杀了我的哥哥 我们都应该敞开大门 给他用这个秘酒去招待他 欢迎一下 于是呢 斯基尼尔就由这个侍女进来 进来之后 他看到了吉尔达 杀了他的哥哥 对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真的 好像有关系 我们之前是不是哪位巨人 跟他有点亲情关系 然后 他说回来 斯基尼尔进了宅院之后 向吉米尔 呈现弗雷的这些珠宝 黄金和珠宝 他说最美丽的吉尔达 只要你表达对华纳神族首领的爱意 这些都属于你 吉尔达 你把这拿走 拿走 你去找别的侍女好了 我不会 就为了这点东西 就答应别人的求爱了 然后这事不利刀事就来了 斯基尼尔就从腰间拔出神剑 然后直接举到巨人少女的头顶 然后非常口不择言 非常不礼貌的说 说你不走我就杀了你 要么你接受 对 要么你接受 这个剑 这把剑的馈赠者弗雷 这把剑是弗雷送给我了 所以我带他说话 要么你接受他的爱情 否则我就用这把剑杀死你 这个吉米尔 吉米尔这位女儿 这个吉尔达就不为所动 而是非常嘲笑的对他说 说也许弗雷的这个剑 能把烦人的女儿 吓得瑟瑟发抖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 吓到一个巨人的女儿 非常硬气的魅力 这个莽撞的斯基尼尔 这个时候 就居然要用把剑 去诅咒这个妹子 我就念了他一段 念了一段诅咒 说吉尔达 我用神剑来诅咒你 刀锋一旦触及到你的身体 它的魔力就会显现 就像一株祭草一样 你会永远衰老下去 然后灾祸让你无处容身 太狠了 原文说是 风暴会把你的屋顶掀翻 这个时候咒语 一念诵了 这个神剑就发出那种 怪异的冥想 于是吉尔达就贪倒在地 就哀求 哀求斯基尼尔 发发慈悲 但是斯基尼尔就不为所动 他就接着 还是哀求了 对 还是服饿 当然是服饿 然后他就疯狂的诅咒 这个少女 说他人类和巨人 都不会同情你 说你只能和矮人去 又来 又这个 真是太矮人 太歧视了 特别烦人 就是只要我拿这个剑锋碰一下 你这诅咒一定会灵验 吉尔达就跪在地上 哭着求他 收回他的诅咒 斯基尼尔说 除非你答应服务的求爱 然后吉尔达说 行吧 我答应 说你把你剑收好 把你剑收起来 喝一杯蜜酒 就离开了 你会发现 在美国众神里会提到 喝蜜酒 三杯蜜酒 是历史的 象征 就可能从这里来 于是 看这个侍从 斯基尼尔这么一个莽撞的 不要脸臭龙王 感觉就是 说除非你答应和弗雷见面 并且和他说说话 否则我就不会碰你这个蜜酒 接着大家说 行 可以 我会去见他的 那么什么时候 说九天之后的晚上 让弗雷到巴黎的树林来见我 于是斯基尼尔就把神剑收了 然后把这个酒喝了 就走了 回去了 一想到把事办成了 神剑也是自己的 放声大笑 太放肆了 这倒霉催的 真的 看得我非常愤怒 这段其实看得我有点不爽 然后等他往回走的时候 发现这个弗雷急到什么程度 就站在彩虹桥上 等着他 站在海姆达尔身边 一直等着他回来 一看到他来了 说你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这个斯基尼尔 下马之前就告诉我 这个斯基尼尔就看着弗雷 咧嘴大笑 大厉害个人 说九天之后 你去巴黎的树林里 见吉尔达就成了 这就成了 这个时候弗雷转过身去 据说好像也算是很有名的 之前《尸体爱达》中的 一段很有名的诗 他说一夜如此漫长 两夜更不可待 我能否能活过九天的煎熬 就是 九年 肚子如年 等到九天之后 终于来临 他就去了 这个 去了这个 树林里 看到了他 让他浑浅梦绕的 这个巨人少女 他就看上去 和当年 当时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一样的动人 而当时 吉尔达看到弗雷 这个神的 这个尊荣的时候 和这个之前 他这个 侍从这个混混 完全不一样 温尔雅 彬彬有礼 也是 反正这个树林说 暗自庆幸 就是他答应了 来这个树林 于是 二人交换了 金智的戒指 于是这个巨人少女 就成为了 奥斯加德的新娘 就混事就成了 对 我真是 然后呢 我不评论这个故事 这故事结束了 对 但是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事情要 还要说一个 另外一个巨人少女的故事 说这个 本来 在这本书里 是这样说的 说奥斯加尔德的 奥斯加德的诸神 站在城门口 准备迎接 这个弗雷的新娘 新娘子 娶回家了 但是首先出现了 发现是另外一个 全副武装的一个巨人少女 不是吉尔达 这个少女 自爆家门 说我是斯卡蒂 是夏基的女儿 还记得金苹果 讲苹果的事 说我父亲 死在诸神的手里 我是来索要赔偿的 奥丁说 你这 可以 小工业 有胆量 有胆量 微笑说 你想要什么赔偿 赔偿的孩子 这个 斯卡蒂 就说我要 从你们这些人中 选一个人 作为丈夫 哪怕是吉尔达 就是惩罚 哪怕是吉尔达的 丈夫也不例外 我也想找事 对 我有亲自挑选权利 好吧 中生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就跟你们俩这样 这有负难 奥丁 奥丁说 可以 小工业 有胆时 好 我同意让你们选 但是你只能看着脚来选 看着脚来选 对 你看 斯卡蒂说 可以 没问题 我同意 这个时候 他心里想 是诸神中有一位 叫巴德尔 是光明欢笑之神 非常帅气 所有人都非常喜欢 像喜爱的一个人 他就盯上了巴德尔 他首先 开始选了 诸神就用戴子 绑上斯卡蒂的眼睛 然后阿萨和华纳诸神 就围坐成半圈 他就 斯卡蒂就一个一个 去摸他们的脚背 对 然后最后 走了一圈之后 他走到一个身边 他摸他的脚 发现 这个脚摸起来 就是如此完美 他觉得 这可能是巴德尔本人 于是他站起来选 我选他了 选这个人 这个时候 阿萨和华纳神 听完就大笑不止 因为他发现 斯卡蒂 选的不是俊美的巴德尔 而是弗雷的父亲 尼尔德 那个老神 但是大家笑着一团的时候 斯卡蒂对这个老神 仔细端详 觉得尼尔德 高大威猛 面有龙尊贵 非常不错 也还不错 而且他都当了 弗雷的妈了 好吧 于是 尼尔德和斯卡蒂 但是他们两个人 夫妻生活 并不是特别和睦 因为他们先去了 尼尔德的宫殿 但尼尔德是海神 住在海边的宫殿 但每天一大早 海鸥一觉 斯卡蒂就醒 因为他不习惯 山里住的少女 于是他就带了丈夫 去一个山顶 到那他比较自在 但是尼尔德受不了 就听不到海潮的声音 作为一个老神 心里就 生活上有点 对有点难受 不搭配 对 于是这二人 就在山与海之间 来来回回的辗转 也不知道 他想解释什么现象 不好说 这个斯卡蒂 就是渐渐的阿萨神族 和华纳神族 都对这两位巨人的新娘子 赞赏有加 后来也把他们接纳 作为神 神系 就这两个巨人的少女 没错 这个我看到另外一本 因为我 你为什么觉得 那个故事不好 你说哪个故事 就是第一个 让那个巨人少女 从了扶雷的 你不抢人家妹子 这就一个欺男霸女的故事 是啊 真来好 好吗 这个也没有好不好 最后的结局 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对 但这个本来就是 你说你又侮辱矮人什么的 你又霸占民女 是个神话 我也认了 是吧 对 因为我之前之所以这么查 是因为我不知道 他之前斯布尼尔 是个什么人 后来我一查 有一种讲法 是先有的斯卡蒂 嫁给 嫁给他 他父亲的这个事 然后有一种说法 是这个弗雷 看到这个少女之后 每日神伤 然后他的这个母亲 这个巨人 劝他的侍从去 跟他聊聊 后妈是吗 对 相当于一个后妈 跟他聊聊 然后才有这个事 但是这个故事里 把他放在了这个 弗雷 弗雷取吉尔达的后面 就这样 所以 反正就是 有一说斯卡蒂 是这个血之神 这个血的女神 各种说法都有 反正这是 讲完了第二个故事 但是也从巨人 变成了神族 对 其实这个 当时斗 这个斯卡蒂笑的时候 还有这个 洛基点事 但是也是个 奇怪的混乱 就表演了一个 非常 这个 怎么说呢 下溅的 下流的一个节目 但是却是把斯卡蒂 逗笑了 然后 就是原来斯卡蒂说 一方面要 要找一个父亲 一方面要给他逗笑 就是有这个版本 反正也都满足了 都满足了 反正就是架过来了 说完这个 我们终于讲到了 一个创世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在奥丁的子女中 也不是非常生硬的 就讲了 我们要说回到 赫诺斯 小赫诺斯 她是弗雷亚和奥德的女 孩子 女儿 对 她是奥斯加德中 年龄最小的一个神 就是有这个预言说 赫诺斯 可以让她的双亲团圆 于是小赫诺斯 就是时常 就在奥斯加德彩虹桥上 在那等着 希望什么时候 看到她的父亲回来了 在奥斯加德 所有的宫殿里 小赫诺斯 都特别的受人喜欢 比如说 有一个物质宫 芬萨里尔 这是弗利加 在里面 金色丝线 或者是 有一个叫布雷达布里克 这是巴德尔 和他的娇妻南娜的宫殿 欢笑与光明的宫殿 或者是托尔和西弗 这是风之宫殿 比斯基尼尔 还有奥丁斯基的宫殿 瓦拉斯基亚福 这个地方 这里奥丁斯基的宫殿里 用银盾 银色盾牌 铺满天顶 非常华贵的地方 然后 这个宫殿中最雄伟的地方 有一个叫 格拉兹海姆宫 它由格拉西尔树的木头建成 格拉西尔木 这树叶都是金色的 这个地方就是众神宴会的地方 当他们吃饭的时候 小赫纳斯就往里面看 就能看到奥丁 坐在宴席桌旁 就穿着蓝色的斗篷 带着鹰盔 但是他不吃这些东西 不吃五穀 只喝酒 狂喝 贫贫举杯 喝酒的人是这样的 不怎么动筷子 然后他还取食物 来喂他这两只狼 基里和弗莱基 这两只狼就陪着他 但是赫纳斯最喜欢的 就是跑到奥斯加德大门门口 在陪着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就是彩虹桥的守卫者 当后来没有人来来回来走 他就是待着无聊的时候 海姆达尔就会给他讲各式各样的故事 海姆达尔手握着一个号角 就是加拉尔 这个号角在猪神皇后中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穿过彩虹桥 他就把号角吹响 让猪神抱一下 有人来了 海姆达尔告诉小赫纳斯 他每天会锻炼自己 他能听到草木生长的声音 亲家锻炼 还能看到百里之类的事情 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洞察所有人 所有的东西 而且不眠不休 他还说自己有九位的母亲 九位母亲靠大地力量和冰冷的海水为生 其实我查了一下海姆达尔 一说也称为他是黎明神 但是在讲解中 没有说明白过他究竟是阿萨还是华纳神族 有人说他是奥丁的孩子 但也有人说 因为他说自己九位母亲认为他是海巢之子 所以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神 但是在北欧神话体系中没有他的身世 很独立的一个人物 说回来小赫纳斯就陪着相当的一个大叔 说就是给他讲故事 于是海姆达尔就给他讲万物的起源 他说 这是讲了 说奥斯加德都没有建造 奥丁甚至都没有出生的时候 等会打断一下 所以北欧神话里的创世故事 其实是用这个故事带出来的 这个版本其实是什么 其实要不然我可以开场就讲这个事 可以顺着讲 那挺有意思 然后说回来 说当时天地混沌 然后有一个巨大的沟 也巨大的鸿沟 鸿沟的北边叫尼富尔海姆 死亡与雾气的国度 迷雾之国 对 一片死寂 鸿沟的南边叫穆斯帕尔海姆 火之国 全部都是烈焰 在尼富尔海姆中有一口大锅 叫赫瓦格密尔 然后有12条河流的水 不断的倾泻而出 就注入到这个屋里的鸿沟当中 这个鸿沟叫做金恩加格 不是叫金恩格 里面就是因为水流下来 就会被冰川直接堵住 因为12条河流的水 进来之后就凝结成冰 然后再由火之国 喷涌而出的火源 把冰块融化又生腾 然后凝结成露水 在露水之中 巨人的始祖伊米尔 就从里面成型了 你看从死的国度 流出了水 然后冻结融化生腾 然后从中出现了生命 这个跟生命体的诞生 是一样的道理 说的很有意思 是吗 非常有 单细胞生物不就是 反正我觉得他说的 就是有点这种 有源出能量 然后能量的转化 然后诞生了 最终诞生了复杂生命 我们抽象的看他 说的相当抽象 生化过程就抽象的看他 你说露水诞生剧 那就露水诞生剧 没错 于是先说 伊米尔诞生之后 就沿着这12条河流行走 然后发现在浓雾中 又诞生另外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一头名为 奥拉姆布拉的乳牛 伊米尔就躺在这个母牛身边 靠他的奶为生 在这个过程中 滴落在地上的露水 孕育出了其他的生命 然后他们当中 这个原话说 他们当中就有 弗洛斯特的女儿们 这个露水诞 应该是冰霜 然后说到这 就说一个跑题的事 就是因为 我很多次的提到 我罗杰资拉兹尼的 趁生命期逗留 非常喜欢 他在这里 我之前很好奇 他为什么把 想要变成人的机器 掌管北半球的 这台机器 命名为弗洛斯特 因为我觉得 感觉没有什么典故 他明明是个 亚当夏娃创世的故事 也不知道他从哪个神话中 找到的典故 后来我看到这的时候 才发现 有可能是 北欧神话的典故 说弗洛斯特的女儿们 说回来 伊米尔和弗洛斯特的 其中一个女儿 结了婚 他们的后代 就是真正的巨人族 有一天 伊米尔发现 所以巨人族 其实是最早的神族 最早已经代生了 有一天 他发现 乳牛 奥拉姆布拉 对着一个冰船 在那喘气 呼热气 然后用的舌头 来回舔这个兵 舔一舔 他发现里面有个人形 舔一舔 人形看起来 跟巨人不一样 但是更具美感 更加俊美 然后渐渐的 母牛 就从冰船上 舔出来一个人头 就发现 他面容 非常的英俊 然后有一头金饭 伊米尔目睹 这个场景 就因为他 这种性貌 怀恨在心 然后巨大的牛 就继续舔 最终整个把这个人 舔了出来 这个人就 没有 这个人舔出来的时候 伊米尔就很愤怒 恨不得马上把他杀掉 有这种憎恶之心 但是他知道他不行 因为牛非常喜欢 他舔出来的生命 如果把他杀死了 他很可能 就没法再喝他的奶水 想他挺远 那可不 在冰船当中 成型的一个人 叫布尔 他被称为英雄之祖 英雄之祖 对 他也靠 这个乳牛的乳子之为生 而且和 没有别的 对 没别的 没别吃了 后来和这个巨人的 一个女儿结婚 并生育了一个孩子 后来呢 就是伊米尔和他的儿子们 很厌恶这个布尔 和布尔一家 后来就找到一个 下手杀他的一个时机 于是啊 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么一说 就可能是世界上 第一场战争吧 奥丁是这个 布尔的儿子的儿子 是他孙子 反正就是这一场 这个大战啊 就是奥丁啊 也召集他的兄弟 反正就是这两家人 一顿 一顿 折腾 一顿暴打 彻底摧毁了 伊米尔和他所有的血亲 只剩了一个人 这么厉害呢 把巨人打败了 对 这个打败 其实是 就是为什么把巨人灭族呢 是这样的 是因为伊米尔的身形 特别巨大 然后这个布尔一家人 齐心协力把他杀死的时候 他的血液喷涌而出 形成了巨大的洪水 把自己的儿子都淹死了 对 我们又看到了 另外一个文明中 早期创世神话中的洪水 这个时候呢 他居然有一个儿子叫 布里梅尔 是姓缅玉旦 就剩他一个 对 他和他妻子 正好在洪水来的时候 他就在船上 于是他就跟着这个血水 一直在血海中漂流 漂流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后来我们就称为 尤腾海姆 巨人的王国 然后这个时候 才开始大 那个万物塑形 就奥丁和他们的儿子 把这个伊米尔的尸体 如此巨大 直接抛入了 这个武里的鸿沟当中 把之前我们说的 没错了 填上了 对 把他全填上了 他们剔除巨人的骨头 堆成山脉 拔下巨人的牙齿 变成岩石 然后拽下巨人的头发 做成了森林 把这个巨人的眉毛 还有一说 是这个巨人 把这个用巨人的眉毛 围起了一块地 这个地方叫米德加德 就是人界 对 人的地方 而伊米尔的头骨 就变成了天空 之后 奥丁和他的儿子 把真火之国 就火之国 飘来的火花和火源 变成了运行在天上的 日月和星辰 奥丁发现了 这个时候发现了 一位忧郁的女巨人 也不知道她从哪发现 然后这个女巨人的名字 就叫夜晚 而她的名字叫白昼 奥丁就刺 这个母子马车 让他们驾驭 在空中来行驶 变成了白天和黑夜 没错 然后夜晚所驾的马 叫做赫利姆法克斯 就称为双之马 白昼所驾的马 名为斯金法克斯 是光之马 而从双之马 赫利姆法克斯的马 角子上 躺下来的水地 就是人间的露珠 下路就是这么来的 听起来还挺美好的 这个时候 奥丁和他的儿子 造了许多男男女女 来到米德加德居住 这段完全媒体就提到了 说矮人去了哪里 精灵去了哪里 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 说伊米尔死去的时候 他身上蛆虫有两种 一种泛白色 但是比较温和 从后来进化成了 变成了精灵 有一种丑陋的黑色的 丑陋的蛆虫 就变成了矮人 还有一说是诸如他矮人 是奥丁用伊米尔和巨人的 儿子的血肉 铸成的 反正在这里就说 矮人长大了 三部世界各处 奥丁就说你们住到地表之下去 而精灵允许留在米德加德中 但是他们必须照看自然 照看溪流和花草 而且在这里就提了一句 说华纳神族 奥丁和他们交战之后 交战之后与之构合 并把尼奥尔尔德带走 充当人质 他提了一句 这版本还是提了一句 说华纳神族和安斯大神族 还是打了 在这个版本里 对 只是说的没怎么细致 然后说回到布里梅尔 唯一活下的巨人 在尤腾海姆繁衍了很多后代 因此 因为这一架 他们就对奥丁和他们的后裔 恨之入骨 别太梁子了 没错 当奥丁用日月照亮整个世界的时候 巨人也非常愤怒 于是他就找来 尤腾海姆最凶恶的巨狼 尾随在日月之后 想要把他们通事 这就是咱们上级说 没错 就说太阳丝乱 逐日和月亮马尼 就被尤腾海姆的两只恶狼 去追赶 相传 说到这 创始故事讲的差不多了 相传海姆达尔 其实有一口金色的牙齿 面容非常的帅气 然后说完创始故事 还会说说 这一老一少 就在彩虹桥上就看 就看众神 在彩虹桥上进进出出来了往往 比如说托尔索尔 头戴星神编织的冠冕 手里拿着 我们上次说过 不甚完美的 明尔尼尔雷平之水 手里 他还带着一个特殊 使用锤子彩虹用的铁手套 他腰间的腰带 能让他的功力 他的力量加倍 他坐在两头山羊拉着的车上 而弗利加就披着他上次 我们也说过 鹰之羽衣 飞来飞去 也不走这桥 就从前往过了 而众神之父奥丁 就生化八族天马 斯福雷尼尔 对八族天马 正好就是升帅 然后头戴金色的鹰盔 手臂金的铠甲 手握钢戈尼尔的长毛 装备都不错 哪是 哪个都很帅 海姆达尔把号角放在 挂的树一棵 旁边一棵巨树的枝头 他跟赫纳斯说 这棵树 就叫伊格德拉希尔 对于诸神还是众人 它都是一个奇迹 因为没人知道 它之前有什么 它是最古老的 亘古存在的一个东西 至于它什么时候没 所有人都不谈 不敢说这个事 一说伊格德拉希尔 有三条树根 一条延伸到 米德加德深处 一条延伸到 尤藤海姆的地下 第三条长在 欧斯加德的上面 伊格德拉希尔 这个世界之处 有一根枝鸭 就在奥丁的宫殿的上方 就被称为和平 名字就是和平之一 对 然后他说 小赫纳斯 你看到的 伊格德拉希尔 是个大树 但是其实它有很多 传奇的故事 你也不知道 比如说树枝上方 有四只母鹿 当它们抖落 鹿角上的水滴的时候 地上就会下雨 它这个下雨 是这样的故事 伊格德拉希尔 宏观顶上的职业 特别特别高 神抬头都看不见 但那上面 有一头巨大的鹰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在这个鹰的会上 在鹰的嘴上 还有一只鹰 它甚至能看到这只鹰 这只大鹰 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叠着两只鹰 在伊格德拉希尔 在米德加德的下面 它会一直深入 深入到死亡之境 死亡之国 在那里有一头恶龙 叫做尼德霍格 尼德霍格 对 恶龙尼德霍格 有这款游戏 对 啃这个树根 想要让世界之树毁灭掉 对 这个树上有个东西 你看叫拉达斯托克 就是一种惹是生辉的松鼠 它们跑上跑下 就挑拨鹰和龙的关系 就是跟龙说 鹰要把你撕成碎片 然后跟龙说 龙要来吃你 于是编完这个故事之后 恶龙就非常疯狂的 吃这个树根 想要把这个鹰撕碎 讲完这个事 要说 伊格兹拉希尔的树根旁边 有两眼泉水 一眼在上面 一眼在下面 后面就在油藤海姆 就是这一眼下面 就在油藤海姆的树根边上 是一个智慧之泉 看守他的呢 是一位智慧的老人 叫米米尔 米米尔 战神的朋友们都熟悉了 这一集讲的故事 喝下这个泉水的人 能预言未来 而另外呢 就另外一眼泉水 在奥斯加德地表的树根旁边 谁都没有喝过这个泉水 还有命运的三女神来守卫 他们这个三女神 从这个泉水中 激出白色的泉水来浇灌这个树 所以这棵树就永远长青 这眼泉水叫乌尔德之泉 另外呢 乌尔德之泉 有两只美丽的白天鹅 然后它会发出那种 唱出那种美妙的声音 但是呢 可能这个小赫诺斯年龄太小 反正一直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 这就是这段 彩虹 对彩虹桥首位 和这个小女神讲故事的这一集 讲了一圈讲了快一个小时 但是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会比较短 在那之前呢 我们说完了创世故事 那我们就正好就查一下吧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具体说的这个 北欧城华中的三层九届 是怎么一个关系 对对对 就说这个 其实我玩了战神之后 还是挺好奇的 到底怎么分 包括如果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准确 有点含糊 先说这个世界之数啊 这三层九届 甚至哪九届呢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 说的欢声笑语的阿斯加德 神之领域 对这个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华纳海姆 华纳海姆是华纳神族居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 华纳神族在这个地方居住啊 控制这个万物之间的这个生养繁殖 海洋海风啊 这些由他们来控制 接下来呢 就是紧邻他呢 就是亚尔夫海姆 亚尔夫海姆是精灵国度 精灵生活在这里 之后呢 是米德加德 人类居住的中介 再往下呢 约顿海姆 或者就称尤藤海姆 我们一直说的尤藤海姆 巨人之国 然后这个据说的 它的标志是那个铁丝林 非常恐怖的一个树林 再往下呢 是这个 这个斯华特海姆 或者如果各位在维基上看呢 叫这个斯瓦塔尔法海姆 就是这个矮人 或者说诸如居住的地方 接下来还有这个几个地方 以后我们才会说到 比如说赫尔海姆 这个地方 这个Hell这个地方 其实是Hell这个词的词根 词也有叫海姆地狱 对 它其实就是地狱 就是这个世界关系的地狱 是这个 以后我们会讲到 冥界女王海拉 对 但是它是跟洛基关系比较大 我们还没讲到那 回头再讲 对 之后呢 是这个尼弗尔海姆 我之前说过 这个战神中处理成物质国 也叫它冰之国 冰之国 创世故事里那个沟北 对 冷的那边 就尼弗尔海姆 也是一戒 对 然后穆斯贝尔海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真火之国 火之国 就是这九戒 大致差不多 它实际上 就是后来 因为在编撰之后 有张图和大致跟你说 在哪 实际上这个书里没太讲明白 没太说 没太说 对 反正有这么九戒 包括上次好像还说错了 这个关于爱达的事情 应该是先有老爱达 老爱达是实体爱达 是实 然后有他对他做解释的 散的爱达 他是心爱的 明白 上次好像我记得口误说错了 那么说到最后 我们讲到奥丁子女 诸神故事的最后一个 就说奥丁的预言 和离开奥斯加德 一说 之前我们说过 众神之父奥丁 有两只乌鸦 甚至叫尤金和莫宁 实际上是一为一 两次船的名字 分别是侦察舰 和重型突击舰的名字 乌鸦每天都在宇宙之间穿行 然后回来就落到奥丁尖头 但是反正这么一老折腾 这一阵之后 有一次 一天过去之后乌鸦没回来 奥丁就站在撩荡塔顶上 翘首期盼 然后自言自语说 我很担心尤金 怕他一去不返 但是我其实是更盼望 莫宁能马上回来 但是我们想说一下 尤金是思想 莫宁是记忆 这个话有这种 迷一样的寓意 哲理 然后一天过去之后 两只乌鸦回来之后 就跟他落在他左右间说话 说完之后 满是灾祸和不祥的宇宙 奥丁没把这些事 跟奥斯加泽的神分享 一个个的小破坏似的 说了没用 也不行的事 但是奥丁的妻子弗里加 从神速中看到 可能要出事 要什么事 弗里加就说 不要违抗命运 我们去乌特加泽边上 这个命运女神 问问他们 看看你看着他们双眼的时候 是不是未来的阴谋 就散去了 好 于是奥丁就出去 找乌尔德之权 众神跟着他也去了 在那儿就打算 解答他们的疑惑 跟奥丁一同前往 走在他身旁 包括伟大的剑手 战神提尔 还有俊美 非常俊美 受忠诚喜爱的巴德尔 还有雷神索尔 我们还是都跟着了 对 其实一帮人还是跟着去 上次我们也说过了 奥斯加德和米德加德之间 有一座彩虹桥 但实际上彩虹桥还有一座 它还连接着奥斯加德 和伊格德拉西尔的树根 就正好通到乌尔德泉水 这个桥更美 但是它晃得更狠 而且很少有人见到它 很少有人上 在这两座桥 衔接的地方 就是海姆达尔 可能偶尔经常坐那儿 跟小女神讲过是吗 众神人之父奥丁 就对海姆达尔说 海姆达尔 你把这个桥 这个门打开 我要去见一下命运的女神 于是海姆达尔 一言不发了 就把这个门推开了 众神一看 不怎么来这座桥 这桥原来这么好看 真漂亮 于是一个个就开始 走上桥 我先走 上去之后 托尔跟在他们后面 也要上这个桥 但是海姆达尔说 不行 你不用去 你别上 托尔说别的神 可以上这个桥 你不行 托尔说 为什么 托尔我干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要拦我 他说你这个锤子太重了 我怕我觉得这个桥 承不住你 但所以说 我必须得跟他们去 我要保护他们 海姆达尔说 要不你把锤子留着 所以说绝不 不 我绝对不会离开我锤子 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海姆达尔说 行吧 那你就 不是 你就绕路吧 绕路吧 你看下面 有两座大桥 底下就有两座云之大河 分别叫做科莫特河 欧莫特 你既然是众神 你没有打量汤过去 这个河水虽然非常冰冷 非常湛力 但是你沿着这个河 汤过去之后这么走 你也能到达沃尔德之泉 和你的兄弟们会合 托尔想了想 说这个河 索尔还是托尔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 都有 他在河边想了想 但是他决定不能放弃他的锤子 他要保护他的众神的弟兄 于是他就握着他的锤子 准备过河 一路从河的另头过另外一条河 你看就是索尔过云河 然后就雷在云层当中穿行 这就是索尔在过河 是吧 没错 等他好不容易从云里折腾出来的时候 气喘吁吁 但是他依然拎着他的锤子 发现人都回去了 完事了 没等他 他们都到了 这个时候他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就发现他的奥丁 提尔巴德尔 已经在沃尔德泉边上了 提尔 倚着他的锤子在那站着 而巴德尔的面带微笑 一个兵兵有礼的一个绅士 在那听天鹅 在那跟他说话 而众神之父奥丁 披着他有金色星辰流苏的蓝色斗篷 也没戴头盔 也没戴长毛 就在那直视看着三位命运女神 这三位命运女神 分别叫做乌尔德 贝鲁丹迪和斯国尔特 这三位女神 乌尔德年纪很大 就满头白发 而贝鲁丹迪非常漂亮 斯国尔特 你看不清他的长相 因为他坐得特别远 然后长发披下来 看不清他的脸 这三位女神 分别知晓 过去现在和将来 欧丁就一个一个的 看过他们的眼睛 就知道咋回事 尤其是直视斯国尔特的双眼 这个时候 其他神明子就在那听 天鹅在那唱 也不打扰他们 这个时候就只能听到 天鹅 咕咕咕 然后叶子 一个在那写着叶子 飘到全身里 还有点动静 平时周遭了一切寂静无声 估计索尔忽视忽视的 但是也不再出声 装重肃穆 这样 结果奥丁在他命运女神的眼中 看到他的两只乌鸦 给他的不祥之兆 越来越鲜明了 他们在这看的时候 其他的神也从彩虹桥来了 比如说弗利嘉 西弗 南娜 就是这几位神的家属 然后弗利嘉 看了看命运女神 他也作为主神之妻 也是非常有魄力 也看着命运女神 又看了自己儿子巴子而已 感到眼神充满了爱意和悲伤 然后他又收回视线 把手放在他的儿媳 或者南娜的头上 就这么过了许久 奥丁就终于移回了目光 然后对自己的王后说 我要离开奥斯加德一段时间 弗利嘉说 我知道 你肯定确实要做很多事情 王后挺厉害的感觉 是的 然后奥丁说 我要把我的知识和智慧 都转化成正智慧 散播在米德加德上 这样的话 对于那些注定发生的事情 他也许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 作用 对 弗利嘉就禁言说 你应该去米米尔泉 也去一趟 这两眼泉水来的这一个 应该去一个那 奥丁说 好 我就出发了 于是众臣返回跨过彩虹之桥 这桥还在那晃 像彩虹一样 飘遥不定 但只有奥丁 不是只有索尔 又临着他的锤子 怎么合理 有嘴 也没他什么事 他何必来呢 没错 就跟家呆 他也保护不了人家 是没走一条路 对 然后他发现赫诺斯和海姆达尔 就看着他们 也在边上等着他们 不计上次我们说的 他们俩 讲故事 讲故事的时候就看了 就是这一幕 这个时候 赫诺斯就听到奥丁 在对他的神的这些兄弟和姊妹 在说 说明天我要去米德加德和尤藤海姆走一趟 我将化名为威格坦姆 作为一个落魄的流浪者 去看看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且有我自己的职责 于是可以说 奥斯加德欢声笑语的日子 结束了 落下帷幕 为乎私访去了 对 奥丁下凡开始 从之后我们这个炉边故事 会讲讲这个夏节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可以 越来越有意思了 虽然我们略过了大量的 是吧 对 非常血清残忍和成人的内容 不过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也挺好的 对 然后也顺便也是 向大家推荐几个 也许是趁着战神 也许不是 一直在跟着各式各样的 北欧电台节目 包括经常跟我们来 录节目的思路老师 他也录了一整套的 北欧神话节目 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 我们以奥丁子女为基础文本 可能口味比较淡 大家就随便听听 我们就慢慢讲 一来一来讲 那下期讲点什么了 我们下期就讲人间 奥丁在人间发生的事 就更多更鲜明的预言故事 可以 大家就敬请期待 我就算是英雄史诗 就即将拉开帷幕 没错 OK 行 感谢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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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